电影的类型很多 题材也相当的广泛 今儿跟大伙聊聊那些关于失忆的电影 说起失忆 最先想起的还是1989年内部 由发哥主演的经典影片《赌神》 发哥饰演的老千切的天花板高进 因为一场意外磕着脑瓜子失忆了 除了赌数 所有的事全都随风而去了 之后各路小丑粉末登场 都想趁这个机会捞点好处 从高进的失忆到恢复记忆这段时间 是影片最有意思的时候 也留给了观众一个最大的选择 观众们都在期待着 高进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记忆 以什么方式恢复记忆 不过既然是意外引起的失忆 那么还得用意外来恢复记忆 虽然这个办法不是太科学 甚至还有点狗血 但效果却是立竿见影 这部由王晶指导的影片 可以说是群英会翠 除了周润发之外 刘德华 张敏 王祖先 吴梦达 程维安 向华强 等等重量级的明星吸入登场 在当年可谓是轰动一时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和《赌神》中周润发 用撞头的方式恢复记忆比起来 成龙恢复记忆的方法 似乎更柔和一些 在1998年上映的动作影片 《我是谁》中 由成龙饰演的特种兵杰克 由于飞机失事 头部受到重创之后彻底失忆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不明白 为什么总有人要追杀他 为了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在躲避追杀的同时 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这部影片可以说 是成龙非常成功的一部作品 虽然在剧情上 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 但精彩的武打设计 和紧张的节奏 还是很抓人的 影片当年收获了 3000多万港币的票房 在90年代来说 已经是很不错了 同样是磕到脑袋失忆的影片 还有一部比较经典 这部影片一共有三个版本 日本的名字叫 倒钥匙的方法 韩国叫幸运钥匙 春节档上映的人潮汹 是我国翻拍的第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中 男主的饰演者 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好演员 日本演员是乡村赵之 韩国是刘海震 我国则是刘的花 虽然三个影片的片名不同 但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 影片的故事 由澡堂里的一块肥皂所引发 一名杀手在完成任务之后 去澡堂洗澡 一不留神给跌倒了 把脑子里所有的记忆 全甩出去了 一个38线的小演员 拿走了杀手的钥匙牌 从此和失忆的杀手互换了身份 跟赌神不同的是 这部影片恢复记忆的方法 更简单也更人性一些 当杀手听到一首 自己熟悉的歌曲之后 唤醒了沉睡的记忆 影片的三个版本 可以说各有所长 虽然有日本和韩国的 注意在前 但刘德华和肖阳主演的版本 也非常的不错 也更加符合我们的审美 记忆碎片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这部由诺兰指导的影片 相当的烧闹 评分也是高的离谱 但真正能看懂的人 估计没多少 影片讲述了一位 保险公司的调查员 遭到了不明人士的偷袭 不仅老婆被杀 自己也被打成了重伤 从而患上了 短期记忆三十症 这种撂转就旺的失忆症 可怕男主人公折磨的不轻 导致他不得不把一些信息 纹在身上以防自己忘记 他企图将一些碎片化的记忆 给捋清楚 但这些记忆都碎成玻璃茬了 想要搞明白 谈何容易啊 我不知道主演盖皮尔斯 自己是否真的搞清楚 反正我是看的不太明白 看电影就是为了轻松娱乐 搞得人头昏脑胀 也不知道意义在哪 可大家都说好 你要是敢有反对意见 就显得自己的审美水平太低了 短期记忆丧失症 另一部爱情影片初恋五十次 就显得友好多了 男主是一个花花公子 整日游走在各种年龄段 各种肤色 各种种族的女人之间 女人们被他的魅力 迷得是神魂颠倒的 但他却从来不真情流露 他只是那些女人们 生命中匆匆的过客 一夜欢愉 从此相忘于江湖 老死不相忘来 标准的人家一个 或许上帝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于是便决定 给这个花花公子一点惩罚 让男主爱上了一个 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的女孩 女孩是在一起车祸中得到病 出事之前的事情全都记得 但从出车祸那天起 女孩只剩下了一天的记忆 也就是说 假如他今天遇见着你 第二天他就会把你给忘了 所以说 这个女孩每天都会 重悟头一天的事情 对男主这个花花公子来说 表面上女主的这种病 太适合他了 因为一夜之后 女主就会把他给忘记 这样他就不用绞尽脑汁 找借口逃跑了 但问题在于 男主居然爱上了女主 这可就要了命了 男主只好每天 变着法的跟女主相识 希望能在女主的记忆中 留下一些印象 但残酷的是 女主在第二天依然不记得他 不过事情最终得到了转机 就像记忆碎片中的男主一样 女主开始用日记的形式 记录自己的生活 虽然他第二天 仍然记不起自己深爱的这个男人 但日记里却清楚的记录着 他和男主的点点滴滴 接下来要说的这种失忆方法 估计很多人都喜欢 那就是精准的靶相失忆法 说白了 就是只删除记忆中的爱情成分 其他的都可以保留 高分影片暖暖内寒光 给太多遭受失恋痛苦的小可莱 送去了未见 如果能省去失恋后 艰难的自我疗伤的过程 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这部由金凯瑞和凯特 温斯莱特主演的影片 引起了太多人的顾名 女主人公觉得 自己跟男主在一起 过得并不快乐 于是便来到了一家忘经证所 删除了他和男主在一起的所有记忆 文准狠并且十分的过瘾 之后女主便迅速 跟别的男人打得活着 即便男主站在他的面前 也无法勾起他任何的回忆 男主试图以各种方法 唤起女主的记忆 但都于是无补 心灰意冷的男主 也来到了忘经证所 希望把他和女主的记忆清除 省得自己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生活中我们总会听到那句话 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一切 重新开始好不好 但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在记忆中 彼此之间的恶语相向 甚至是拳打小T 像烙印般深深的刻在了脑子里 想重新开始谈何容易 但有了忘情诊所 一切就皆有可能了 记忆可以消除 但爱情这玩意的神奇地方就在于 当两个被抹去记忆的陌生人 再次相遇后 依然能够相爱 只是希望不要穿心鞋走老路 让历史再重演一遍 老年痴呆这种病 估计大家都不陌生 专业上也叫做阿尔茨海默症 韩国有一部特感人的 关于失忆的电影 脑海中的橡皮萨 由大美女孙一珍 和帅哥郑宇胜里的建筑研 孙大美女虽然是富家欠金 但是却得了失忆症 疾病就像一个橡皮擦 正在一点一点的抹去她的记忆 男主和女主 正是因为女主的失忆 所造成的误会而相识 继而相知相爱 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的幸福生活 随着女主日渐加重的病情 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虽然男主费尽心思 想挽留住女主的记忆 但终究未能入院 屋子里贴满了 女主和老公幸福的回忆 但在她看来 却是如此的陌生 女主最终无法忍受 这种痛苦的折磨 也不想再折磨自己深爱的人 她向男主提出离婚 并住进了疗养院 男主岂肯善怕甘休 她追到疗养院 做了自我介绍 希望能跟女主重新开始 人世间有太多的痛苦 生死离别 应该是最折磨人的一种 珍惜身边人 在我们有生之年 尽量多一些和家人的陪伴 毕竟我们今生能够在一起 那是多么大的缘分呢